今天有做了一些成果 就是关于司法院的合作的部分 我们已经整理好了相关的合作资料 那接下来的话就把它做成投影片的形式 让伙伴可以去联系司法院的成员 那因为目前我们的社群成员当中 有一位是司法院前任的司法院院长的秘书 所以就是我们会希望透过他的帮忙 然后来跟司法院达到一个正式的联系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希望说跟司法院一起合作 然后帮助我们把相关的一个意见征集的建议 落实到司法院里面 那同时我们也想要做一些近况报告 像早上的时候我们有跟大家介绍了 我们有跟Talk to the City合作 然后还有就是在推动跟司法院 相关的人工智慧的工具的应用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有跟司改会 还有SNC科技媒体中心合作 然后针对司法院应用人工智慧的内容呢 有找到了分别来自科技跟法律的讲者 来分享相关的活动资讯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在这边扫QR Code来报名这个活动 那同时也有OpenAI的相关的报告 那同时除了OpenAI之外 我们也想要有我们最近也有发展的一个东西 就是之前的那个社群成员苏洋呢 他在之前工作的时候有联系到微软研究院的Madeline 那他对于V台湾很感兴趣 然后我们他们希望能够跟V台湾来进一步的开发一些数位民主的工具 那目前我们预计是在下周五的深夜要来进行初步的合作讨论 因为我们的就是合作的团队大概会有来自四个到五个不同的时区的人 所以我们目前的台湾时间定的比较不友善一点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加入的话 不论你是技术背景还是非技术背景的话 都欢迎加入我们 就是讨论说就是看看V台湾 有没有机会可以跟就是其他的公司合作 然后来开发这样子的工具 那同时另外一个合作的对象是国科会 就是国科会最近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DSET 那DSET他的概念是他想要结合科技跟民主的学者 那目前呢他底下有两个单位 第一个单位是针对人工智慧的法律 去提供相关的立法还有相关的政策建议 那另外一个单位则是在处理资安相关的标准跟议题 那我们目前呢有希望透过合作的方式 跟DSET合作 那希望是也能够除了跟司法院合作 落实到司法院的人工智慧生成式相关指引以外 我们也可以跟国科会的合作 然后把相关的意见征集的结果 导入到国科会的法律设计之中 因为其实V台湾目前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社群是有能量来做意见征集的活动 但是要如何让意见征集的结果落实到法律 还有落实到相关的政策当中 目前还缺乏来自政府的commitment 那以前的话是因为透过了一些关系人的帮助 包含像是唐凤 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支持我们的政委 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可以去取得来自政府的commitment 但现在的话我们必须要去重建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去参与 像跟司法院合作 或者是跟国科会合作的一个原因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合作的一个行为 重新建立V台湾跟政府的commitment的关系 那当然我们的角色并不是想要取代掉 就是目前的一些既有的意见征集的平台 而是希望能够作为就是政府 然后科技企业 然后还有民间社群 NGO之间的一个桥梁 让不同厉害关系人的声音 能够被纳入到政府的政策跟法规的设计之中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最近想要重新的去整理 我们目前的网站跟社群 然后去发表一些部落格的文章 那其中我们第一篇想要发布的就是这一个 就是最近有一个网站叫做Daily Beast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他说台湾想要数位化民主 那失败了 那他这篇其实就是在认为说 V台湾其实并没有导入成为长期的成功 然后会认为说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说那个已经没有用了 但是我们认为是我们V台湾社群在经过那一步讨论之后觉得说 我们其实有很多V台湾的流程跟社群参与者 其实到最后并不是失败 而是他们进入了政府体制当中 并且把这一套的机制带入到政府体制里面 那这样子还算是一个失败的结果吗 还是说他其实只是把它转化成另外一种的结果 那另外一个是 那既然现在政府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跟意见收集还是有意义的吗 所以我们最近就是在共底相关的文章跟回应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加入我们 那最后讲要跟大家说的事情是 就是V台湾其实以前有经历过一些比较平静的 比较没有那么活跃的时机 但不过最近的活动代表我们的社群已经回来了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